挖掘新闻人物 挖口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挖 为您介绍今天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心理智商专家 黄岳岁老师 第二位是作家作词家 也是爱情专家 许长德老师 再来一位是律师赖方玉赖律师 以及另外一位是媒体工作者 吕文婉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这个年头 真的传统还是力量很大 因为这发生在苗栗的一个新闻 因为有个女钢琴老师 跟电子工程师 订婚跟结婚同一天办完 就没想到女方家长 觉得太没诚意的对方 怎么下聘的金氏这么寒酸 那么总共是七万块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就是一条项链两个耳环 然后戒指手环 然后这边再一个戒指 就是这样可能一手就没有了 一手就没有了 有没有受受了 那么结果呢 因为订婚结婚同一天 那通常这个订婚是女方这边要付的嘛 OK 而且男方要走的时候 我知道习俗还不能说再见 对不对 还要偷偷摸摸一桌人就不见了嘛 对 或顶多贴一桌的钱 就可以走了 好 那么结果呢 男方就说 那订婚你们要付三桌的酒钱 结果呢 女方就不愿意付 为什么 觉得你这个下聘的这个聘金太寒酸了 哇 新婚之夜就开始吵了 OK 那面可能也没动房一款 然后呢 第二个月新娘就离家了 然后离家之后呢 她就当成自己单身了 所以继续去参加未婚联姻活动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去办结婚登记 所以这部分先问一下赖律师 现在是采登记婚对不对 所以即使这个婚礼怎么样的不愉快 我们没有去办登记 这个婚姻是无效的 就是没有生效力了 所以她去参加联姻是可以的 对不对 对 法律上可以 道德上不一定了 好 OK 好 道德 再说了啦 新郎 道德有在卖哦 我三桌一桌 于是呢 你搭两个机场啊 点点啦 因为双方没有办结婚登记 OK 所以呢 他就肃请 南方的肃请解除婚约 而且要缓返 那个肠子啦 酸子啦 就是那都要败就对了啦 就是那七万块的 金妈 金妈 手脸 还要花费 所以呢 结果苗栗地方法院 判决女方要缓还 三十六万的聘金 跟价值十万的戒指金饰 还有可能是一万七千块的桌钱 这样子 那么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 新娘落跑 是因为下聘的金饰很寒酸 这有几个逻辑啦 第一个 这不是正常都要说得好 嗯 哪一天再发现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 这个彭小姐 是姓彭嘛 彭老师 哇 你还有七万块 有人结婚什么都没有 还不是赶着上架 那么法官调查 这个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都嘛 气质很好 对不对 气质出众 漂亮啊 他是参加网路的联谊 认识这个新郎的 相恋三年 那去年三月结婚的 那奇怪 就感觉相恋三年 也不是没有往来啊 对不对 怎么都不知道 彼此的这个情况 所以三年来 都不知道对方 在前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个看法 这也很奇怪 问一下阿德 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讲清楚 对不对 我觉得说三年的感情 搞不好就是三年 就是不断的争争吵吵 不见得有能力去处理 有关于结婚的事情 那我觉得说条件 其实都是可以谈的 只是说条件不符合的时候 要用这种态度 我是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就是我们跟人的相处 不要说是跟 就婚姻里面的人相处 跟人的相处都不应该 这么不知道善后 我觉得问题属于在这里 他有三十六万的聘金 这样还不够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每个人对条件的期待 本来就会跟他的文化背景有关系 那你聘金不得了 那天聘金都会成功 你如果没搞 是不是真的要成功 不知道耶 也许他们就是没有讲清楚 才会那么生气啊 或者是金子到底要多少 然后要打多少 其实为什么现在是颜面挂不住 你如果说有时候谈好都会 都会觉得到时候会容易插枪走 因为状况太多了 像我那时候就先讲 拜托的 你聘金多少 我跟你说 小聘 我妈妈说 你看我们的北部我没要求 她说我们要一定 我们的买一定要大聘小聘 小聘要十二万 大聘要三十六 我先讲好 这样听到 男生可能脚部都冷掉了 我哪里去种这些钱出来 那我父母就说 没有 摆好看 我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说你可以想尽 就是说传统父母 大小聘他都不收 但是因为亲戚朋友这么多 大家要看嘛 然后包括那个金氏啊 我妈妈不知道 哪里去生出来 她的那个链子 都一条一条那种手环 金环 排得整个满满的 可是都不是我的 到最后她都会拿走 我觉得这个是要讲好 可是我为什么讲说 连讲好都容易插枪走火 更何况这种手术啊 我这题也今天去问问 我当初是基人 我是聘金多少 不理会 我都没有聘金 对啊 我也不理会 我都觉得你感动的啊 对啊 你怎么这么说啊 你怎么这么说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 跟文化背景有关系 这还有三十六万 我也不理会 我要说这两家 一定都是高义人 在苗安那个地方高义人 你在台北市 现在的聘金跟那个首饰 都是借的 都是周围 现在有专门这种金氏公司 周围 他们派一个保全的人带你去 对啊 但是你用周围 你亮相一遍 一遍就倒回去 对啊 你这个有什么拿什么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事实上男女之间 都关系到他们的价值观啊 价值观的东西有的是根深蒂固 地固的你知道啊 有的是养成教育里面所受的文化背景 跟你个人的学习能力 跟你个性有关嘛 所以这三年来他们一定有谈到 可是他们因为要保持这样的情谊 都认为那个是小事情可以突破的 但到真的要做年龄的时候 要结婚了 那些问题来找出 对啊 华老师这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有些年轻人真的没有很在乎 对啊 但是父母亲那边很在乎 民主问题 要风光 对啊 这个老师嘛 小孩子其实还想在一起 可是又不能够违密父母 对啊 这个老师嘛很天才 这个女老师 不然你就跟他人亲亲的 对不对 意思是说 反正我没有登记我就是单身 你还跑去联系 所以让他给你够这个 够这个 一直是跑去联系 就叫电视卑道 这新郎才说 你跟我吃过喜酒呢 你就这样子就跑去联系 那我之前的三十六万什么 我通通要要回来 对不对 所以你是觉得男生 不应该要回来吗 没有 我觉得说要不要不是重点 我是觉得说 就是这个女生 处理这个事情 会没有事会变有事 而且我觉得说 他真的没有在乎到 你看这为了钱都可以不要 那可见这个关系 是一个很传统的关系 很传统的关系 你怎么可以就去联系呢 那也不是上过 这是很奇怪 没有还有就是 我觉得郑大哥刚刚讲到 一个重点就是家长的态度 就是说有大家家长 会觉得很在乎 因为少年人都想要做会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我刚刚不是举我自己的例子吗 大拼跟小拼 大家都讲好咯 不拿哦 就是摆好看的哦 结果结婚那天 怎么那个 他老婆的妈妈 把那个钱收走了 都吞去 就整个就收走了 那时候当下 其实他们讲说 还好收走嘛 因为可能人来人往 怕丢掉 就后来结束了 定位结束 那也定点点 结果有时候那些人收起了 然后当然那个新郎就跳脚 就说我那个是借来的 那不是大家讲好了吗 后来两个年轻人其实很爱 可是这个东西 已经让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说那个心结太深了 因为他妈妈 新娘的妈妈死都不肯吐出来 说我给你买这么大 因为到时候要跟你说 啊夫妇的 我不照归我们的那个约束来 你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口头约定并没有效力哦 对那这样怎么解决 我们大拼小拼是没给你收啦 好看而已 到时候你送来之后 我都给你收起来 哇空口无品 对啊 所以老师这样怎么解决 然后我女儿就说两个人没办法在一起 老婆你妈妈怎么收起来 你刚才跟你妈妈说那不行 对啊那早来 女儿就说我不敢啦 没有你去说 少年人也说她不敢 对 这个时候冲突就来了 超翻天的 而且这之后 如果双方就是讲话又比较 没有修饰的话 这真的是买下来吵架 女儿就说你是在买女儿的吗 对对对 买女儿也不会再笑 不过我觉得像这个个案有几个 我觉得可以了解 就是说他相恋三年 可是却一个婚礼就出了事情 我觉得那是因为相恋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是结婚的时候 这种聘境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他遇到的议题一定是比谈恋爱还复杂的嘛 那我觉得常常其实我最近有好多个小朋友 就要结婚 其实我还我本来以为这种事情不是没人说好就好 可是现代人有时候不同的 比如说外神人跟本神人 他们有时候习俗是不一样 或者是他坦白讲习俗是真的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时候在这件事情的解读上 其实大家就会有落差 比如说可能有些人认为说 拼金为什么要拼金 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什么拼金 公正结婚就好 那另外一个家庭就可能会说 你公正结婚女儿养这么大就让 我姊姊女儿养然后偷偷摸摸 对然后就好像是借户的人嘛 什么的没面子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争议就会出来 那你知道律师当久有个职业病 只有一个就是你订婚的时候 麻烦那个照说照清楚一点 举证才容易 你说所有的东西 就是片金那个六里有没有 我们有时候会 本来是订婚宴或喜宴 只是照一个 側拍 側拍吗 这是拍欢乐的那个 拍欢乐 拍人没有拍东西 对就像刚才这一张 对不对 像这个就要拍这么清楚 因为你要请求返还的时候 才会按照这个 你要举证然后这几钱 那记得那个盒子里面 那个单子要留下来 才知道你价值七万块 那有一些说 那我怎么知道是这一条 我搞不好拿出另外一条 也说不定 所以你就是照清楚一点 它那会有个保证书 上面会写几钱 好那这是我们 还有大聘有没有 它上面会写 这还有酒水里跟聘金 那有时候大聘小聘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像刚才文婉讲 到底要不要收 其实有时候透过没人 那你口头约是一回事 但是没人本身就叫正人 我说我说我制作单位 越做越认真 也越像财经节目 他说 还去查这个什么 他买的时候国际真假 一定要这么真真吗 他以什么时候为准 他买到的时候 三位 对不起 去年的三月 他买到的时候应该是在这里 算贵的 每盎司是大概1600块 这个美金 其实这个现在已经调到1267块美金 他买的时候只能买这么一点点 这里值7万块 所以如果现在买就要买这样 这样老实说不可以同样 这看来比较澎湃 对啊 这看来比较澎湃 对啊 可是我是觉得他们也真 第一个我是觉得 就是说有一个人很爱面子 再来就是说他也太故意了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你那么爱面子 可以去租来 借来 然后摆给大家看 那一定有可能是对方说不行 租也不行借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 就是郑先生告诉我们说价值观 如果差异很大 其实对婚姻的杀伤力是更大 我觉得他们分开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啊 不然这以后坦白讲 因为他这样子就没有婚姻记录对不对 对没有任何记录 他们这样子没有任何记录的 对没有任何记录 两个都是 都是单身 单身哦 对 他唯一的记录就是现在媒体报道 不然他不然记录 这就是柯震东讲的 那个什么巴留一辈子 对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没有两个住在 这是老人编的 没编的 没编的 好 还是说没有住在他老公 她老公没有就是这个 我记得我们在家家的时候 我是虎落 我们太太是客家人 但是因为两个都没编译 所以就很顺利 对 这样 我觉得这样就好相处了 对对 那这个 因为这个人有送2万8的钻戒 2万8钻戒算很大吗 没有啦 有 很小 現在 可能要放大進來 其實我也跑財經了 我也知道 我只是問一下 兩萬八可能都睡著 這樣湊起來變一個感覺 視覺很大 現在到底結婚好像都要一個孫子 肯定 黃金是一定要有 是啊 其實就像人家有外國人的結婚戒指很簡單 因為你的意義是在你每天都可以戴的 對 所以就是說有賺戒的話 也很少人去上班的時候 就是帶那個賺戒在上班 我覺得你有感覺 現在的名人的婚禮 就是他什麼包包幾個 什麼車幾輛 什麼在什麼飯店 總花費多少 然後賺戒是三客 那是鴿子蛋了啦 對啦 鴿子太小了吧 我覺得你的社會有那種 誤化 那氛圍很強 這個事情是 男人可以把這些東西討回來 是因為他們沒有去辦登記 這個是不一樣的 今天如果他們兩個辦的登記 就算是結婚了 所以結婚就是要打離婚官司 對 就算財產分配了 就財產分配了 就不能夠全額這樣子要回來 所以這女生不去跟你登記 搞不好對你還是成全 大家有時候是福是禍 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真的在一起其實也很恐怖 而且他們算是最好的結局了 大家各自單身 只是辛苦了當天來的賓客 後來還要找一座 後來再找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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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每天都有包 是啊 後面 要來算來吃一座 你吃飯也要吃 你吃飯也要吃 那是比較麻煩 以前有個個案是 男生有 他在訂婚而已 可是男生有第三者 就小三 那覺得當然這女的 當然就是不甘心嘛 所以 那男的因為有女的 所以就要求退婚 就是退婚 可是女方這邊要 居然也要賠 他所收的東西都還給男生 那這女生當然就不甘心 可是不甘心能夠幹什麼 就泼妻泄憤 那結果那個男的 我跟那個男的說 阿不然聽他怎樣 他泼妻的時候對你客氣 他泼流汗你不在那裡 對啊 你總要也給人家女方一點面子 他已經跟你訂婚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左右鄰居都知道 然後你外面有歪育 他還要再陪你 這就已經很高級了 而且現在比較流行白色的漆 來 我們來看 婚聘注意事項 不同族群地獄對聘金 駕妝的要求差異真的很大 雙方最好事先溝通 譬如說賴律師的 外星人 外星人 南部人 北部人 特家人 特家人也很不一樣 住民 還有西方人 西方人 西方人有那麼要求嗎 西方人是不要求 但是如果他沒有準備夠的話 兩家的女生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可能也會不開心 對 那是台灣人 嫁給外國人 嫁給外國人 好再來是 女方通常收小聘 退大聘 這是工學的規則 全規則 全規則 大家要買 全規則 你如果收大聘 就要用來轉成 嫁妝 像你的朋友 媽媽這樣就不可以了 她大小都收起了 那怕什麼就要照顧 對 好 夠欣賺 可是問題是 我是覺得還是除了種族的問題 什麼都不要管 應該是說雙方要有那個 就是要共識先講好 就溝通講好 因為後來後來呢 其實我這個朋友的媽媽的理由是什麼 你們爸爸為了養你們 現在在生身 多少錢嘛 對不對 你這樣我嫁一個女兒出去 少了一個收入 少了一個家裡面的那個 就是這個身材的那個來源 所以我的大聘 等於是你來補貼 這個爸爸的醫藥費 你後面跟你說這個 對 比較辛苦 那問題在後面跟你說 像我這個高學的 我說我早 後面的女兒子 要知道 這樣OK啊 可是問題你要事前講好 不要說全部都已經 揮薄拆討金這麼難 他們婚禮幸福幸福 沒有啊 後來我剛剛就一直想問 就是說走不下去 後來他們真的就分開了 為了這個東西 因為他老公一直 一直沒有辦法 吞人那個東西 才結婚 就要背那個債 禮尚要往來 對 你跟他收拼金 你就要下價錢 對 多半都吸收就這樣 你收拼金 通常都說 涼眠 我也沒有要加價錢 沒有要收你的 這樣才會穿 不然你跟他 真麻煩 不是你不說跟他收拼金 跟他收大 大拼 然後不付嫁妝的 當然你也不用到十里紅妝 以前是要抬嘛 抬個十里紅妝 以前那家裝還包括家具啊 那個 製裝台啊 什麼的 對 架裝一牛車 燙手啦 那個什麼 裁縫車啦 對啊 電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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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要 原度要給人家看 新的棉被 是啊 所以啊 像你說大拼 像我那時候是 錢都沒有收 跟美人姐一樣 但是我們家 你家說冰箱 洗衣機 我媽媽都穿得到 我常常就在笑啊 因為那時候我媽幫我買了一個 冬叉的那個電冰箱 我說 我說現在那個冰箱還外 我的婚姻早就不見了 那真的啊 可憐冬元電冰箱做得很好 你怎麼打出來 冬甘 真的很好笑你知道嗎 怕好人家 婚姻已飛 冰箱還在 對我就常常說真的 不敵機器啦 真的沒有生命啊 這東西 好 金釋禮通常有準婆婆答點 所以 女方應該在結婚當天 戴上以示尊重 那時候 這個要去 岳母也會準備給女婿啊 對 都會 要好兇 如果雙方有旗艦 最好呢 請有經驗的媒人或婚姻顧問 居中協調 對 像賴律師這種 對不對 對 像我說的那種 對 那其實要打官司也方便 沒有那個大聘 現在還有那種 剛才因為黃老師講 用租的禮 那個黃金是用租的 對不對 那像那個大小聘 現在習慣上 習慣上有人會用支票 那支票會怕被對領對不對 你就用商業本票 然後你不要貼那個發票日 因為它會變成有效 它一有效就會 遇到文婉那種 被拿走 真的就很麻煩 對 所以一般我們在填寫那個 音記載事項 你要漏寫一項 不要全寫 但是你寫一千萬也挺好看的 大千萬 真的嗎 要不來個玩具支票嗎 那就是 你這麼結合啊 大家親戚朋友 大家也知道行情在哪裡 你這樣才不會太超過 對啊 不夠厚重 剛剛視覺上就不夠澎湃 這樣一張紙薄薄 你不要把它放大 那是一千萬 我現在還有沒有 我小時候去鄉下參加婚禮 還有我們母親戚 有嗎 用那一千塊 用一百塊 不是 用不用做一個花 整粒 翻開 有的是用灘 翻到很多錢 我覺得那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嗎 那是真的 哪邊的習俗 我不知道我在鄉下還看過 我們那時候就這樣 要翻起來 然後用那個大頭針 一張一張翻起來 一千的翻之後就翻一百 對 對 覺得說 翻一千的如果沒有幾張 就賺一百 很難看 紅色的好看 紅色的好看 如果要看錢 不是要看黃色的 了解了解 這個也講過了 禮金收取跟宴席費用 分攤比例跟方式 最好事先講清楚 對這場 或是宴席 你們都收起 還是說你的親友 跟我的親友 大家要算好 這個也要講清楚 這確實 就是男方收的禮金 跟女方收的禮金 都要算清楚 所以一般我們遇到這種事件 這樣我跟各位講 因為自從結婚改成登記婚之後 這種像類似這樣彭小姐的案例非常多 其實像那個胡婷婷也是沒有辦結婚登記 她只是沒有聘金返還的問題而已 那我先跟各位 你就胡志強的女兒 胡婷婷算是單身 從來就是單身的 在法律上的定義 她也單身了 彭小姐也單身了 對啊 沒有任何婚姻記錄 沒有辦結婚登記 就沒有生效 就沒有婚姻記錄就對了 對 可是在辦結婚登記之前 有時候有些 譬如說你驗客後 你會同居啊 你可能會買房子啊 其實那個問題才真的大 會怎樣 這個財產就分不清楚 我還沒有結婚登記 可是我譬如說我跟阿德是夫妻 那買了房子 然後他付了頭期款 登記在我們底下 那我現在也沒去辦結婚登記 我發現阿德 你真的是 媒體是騙人的 你根本不如我想像中這樣 所以我就不跟你去辦結婚 你講的這個是實話 我也這樣覺得 然後呢 我這個時候 這個房子 你要給我要頭期款 還是要把我房子要回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裡頭 36萬 無論是36萬 那我覺得都還好 我覺得這個爭議性比較大 是這個房子的問題 所以經常在爭執當中 這個問題就是價值好幾百萬了 甚至到千萬 那這個部分怎麼處理 是一個法律上很大的爭議 那我說提醒各位來講 就是說 假設像這個是 他好像訂婚跟結婚宴之後就出事就落跑 那你落跑的時間點 法律用的時間點就不一樣 倘若我跟你阿德 我已經結婚之後 我們兩個在一起已經一年了 我發現你真的阿德不太行 我已經給你機會了 我發現 他真的不太行 是 那這時候你還可不可以說 減除婚約 就會有爭議 法律上會認為我已經履行婚約了 我就不一定可以要的回來 當時的禮金聘金 跟他沒有登記啊 沒有辦登記 但是我可能就是認為 我有履行婚約 我有履行婚約了 對 所以解除婚約之後 不管誰的過世都是 雙方的東西都要還 解除婚約會有一個什麼文件嗎 沒有 像這個個案 它就是一個簡訊 就說 你真的要放棄婚姻嗎 那女生回了一個簡訊 對 放棄 他就認為這是一個合議解除婚約 那當然有人說 那這是不是合議 所以你會跑出來一個問題 說他持續參加婚友社這個事情 為什麼法院要在判決書交代 也就是說你這樣有沒有屬於 故委婚期 就是指說 你不願意履行婚約的意思 是屬於重大事件 我也可以單方解除你的婚約 簡單講 婚約的解除有兩種 一個是阿德我們兩個說好 我們婚姻走不下去 也不要再結婚了 免得還要一個離婚登記 還要找律師也挺麻煩 第二種就是阿德我覺得你根本就是一個 沒有我想像中這麼好 不要再強調了 好 單方解除你的婚約 這個是兩種方法 那這種解除下 我們的東西 你給我的 譬如說我給你訂了西裝 有沒有結婚當天 我不是要給你買那個西裝 或者是什麼戒指 這些我還給你 你買給我的Tiffany 的什麼東西 我也還給你 這就是一個證 可是如果第一項呢 如果第一項我們要講 要不要去辦什麼 沒有 都不用 口頭講就可以了 口頭講要不要錄音錄下來 你可以協商 當然你可以一般 現在往返喜歡用Email 可是炒成那樣的時候 多半都在LINE LINE裡面在交單 不過我覺得賴醫師剛剛講很好 就是說 亂買很單純 結婚很複雜 真的 那是兩家 金錢 習俗 文化 等一下來談談你們的婚前金錢觀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有問題 那時候都會勉強 對 那時候都會勉強 那時候都會勉強 都覺得可以了 對 我可以 黃老師 你如果有嫁子跟人家娥娶媳婦 我都不滿 我很好奇 沒有 黃老師 我覺得你的故事 我很好奇 真的 你就是好相處 你是一個大方的人 雍容大度 怎麼跟我瞭解的相反 沒有 真的是很大 小鼻子小眼睛 才會這個時候報復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你剛才不是講說你是偏執嗎 我跟你講 我現在是雞排罵 雞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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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 廢 你應該是不夠格 對 因為人家雞排妹隊有路 你都沒路 你層次太低 我知道 廢 不是 我是認為是要這樣子 我們好不容易把孩子養大 我們養兒育女只有一個原則 讓孩子幸福 這是他後世人要走的 再長壽的父母親 也不能陪孩子到老 沒錯 但是他這個習慣要走的人 是陪他一生的人 你就是 小孩教他就好了 跟我沒關係 所以我很好奇 我三個 真的大病小病 我都不知道 雞腸也沒有教 什麼都沒有教 像小孩是義務跟責任 不是說你有什麼權利 差不多是你的財產 對 因為我覺得說結婚這件事情 比如說那個聘禮這些事情 我覺得不管這個文化多離奇 我覺得說這個時候就是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好好表現貼心 如果說可以去租 我們就用租的 滿足每一個人 你這件事都沒有做 你怎麼走進婚姻呢 婚姻裡面的困難更多 沒錯 而且這些東西 只是要租到一點點表面 就可以滿足大家 為什麼不做呢 就是都沒有那個同理心 你想說你怎麼跟另外一個人生活在一起 因為我當時 如果是女兒的話 我就跟女兒說 你去跟男方說 媽媽一律配合 如果是娶媳婦 我就跟兒子說 你跟女方說 我一律配合 真好 真好 萬一如果你遇到一個對方 是哇 那個錢很多 你配合不了怎麼辦 如果是我兒子 我交出來的兒子 他是這樣子的 去找個這種 又不能體諒 那個親家不來王也罷 對方就會想說 這雞排罵 大發 他就會找蔡政元來政府 蔡政元說我不錯 蔡政元看到我都說媽祖婆你好嗎 所以他不叫我雞排罵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時代在改變 家長的觀念也要改變 小孩子幸福真的是比較重要 這個還讓你來主持 還注意她的分類 遇到那個高雄母立委 也是你認識的 管媽她說 現在的年輕人 我說你女兒子 女兒子要結婚 結婚才通知她 但是都是這樣子 他說我們只能說 祝福 祝福啊 接受啊 他有通知我們就不錯了 所以現在都是結婚才通知你 我說這樣也不好 這樣也不好 這樣也不對啦 你要結婚前 至少要跟父母親通知 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你 如果說你 如果你女兒突然要結婚的時候 才告訴你 你會拒絕參加嗎 我大概也會去參加 可是 因為很幸運的是 我兩個女兒 叫的都是外國人 可是他們從在交往 我就知道 然後他們要跟她 那個那個 我女婿像我大女兒 他要跟她求婚的時候 還刻意跟我安排一下 我從這邊飛過去 加拿大給她一個驚喜 所以就那天請在法國餐廳 然後呢 就我到了 他們不知道 所以等她要求婚 他們兩個先去 比如說再吃飯 然後我再進去 然後再給我女兒一個驚喜 但是我們的女兒 比較害怕 人家怕誰 只要做秋季 拿出來 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我們女兒拿出來 把它攪拌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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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沒關係 趕緊的抓捕我待會兒歡會 對 不過你也有 抓住幸福 就在那裡撒拉街 但是我兩個驚喜 都有 我看這都是 雖然說是文化差異 的一國婚姻 但是兩個驚喜 都有 來台灣跟我說 我是不是可以帶你們 帶你們女兒去出門 是 有啦 這個雷手要有啦 那文婉跟前夫 當時的金錢館 我告訴你 我老實講 像彭小姐這個案例 我一直覺得說 你如果婚情有 但不然有一點點勉強 都不行 我覺得你只要覺得不對 你就退 因為沒有所謂的面子不面子 我們現在說得很簡單 可是在當頭真的 我現在 我後來是又回想起來 我覺得說 這個真的擺明的 其實只要有一項 你都知道說 這個婚結不成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因為我們從剛剛延續 我的父母親 當時他只告訴對方的父母親說 我什麼都不收 我也什麼都不會拿 我還會把 還會帶 讓我女兒帶這個嫁妝過去 那重點是說 你要不要跟我們對待 我們女兒什麼都不會 他真的不要煮吃 他煮小的都沒有 他只要帶小而已 好 就這樣講而已 他的要求 我也這樣要求 後來奪妙有一次 那時候已經開始要訂婚 那我就帶著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唯一的要求 有要求 要吃餅 說我嫁妻的女兒 我還要讓大家吃餅 我們知道 好啦 那就去挑喜餅 在喜餅那邊 媽媽是很高興 就說 來吃吃看 就一輪在那邊 那那個服務生也很 非常非常的熱情 吃吃吃吃 他從頭到尾擺個臭臉 很臭 然後我媽說 吃看看 不要啊 吃看看 不用啊 不用啊 都一樣啊 就開始喔 那已經開始 開始已經 已經放冷箭出來了 然後我媽說 就有點怪怪的 後來我們就 自己又挑挑挑 又挑一個 試試看 這個我們覺得不錯耶 後來他就說 奇怪你們每個都不錯 那到底是哪一個好 那你們完了之後 我先出去 那你們再打電話給我 這無奈現 這非常非常 而且態度很差 其實我覺得光那個當下 我應該就知道 這個婚不能結 因為我的父母在 我媽媽在那邊耶 你也夠了吧 如果說只有我跟你那還好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拍完婚紗很開心 大家都 都是那個禮服公司的人說 你們來挑啊 新人一起來挑 好記得我那時候坐在 那個婚紗店很漂亮 它是整個落地窗 所以外面的車水馬龍都看得到 然後就坐在裡面 哇 那燈光美妻人家 你知道的女孩子嘛 是啊 二十幾歲二三十歲 就是盼妄那一天 穿那個衣服 對嘛 都說好漂亮 美妝好漂亮好漂亮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人 然後拿一盆冷水 就把你撥下去 剛才為見洞人目光 就撥下去 你每張都好看 那不要挑了嘛 你有錢 你就跟他講啊 全部洗啊 然後就 真的耶 就桌子一拍就 就走了 就這樣子 我真的都沒有 很誇張耶 可是你就覺得 你覺得你很有錢嗎 那你每張都好看 那你洗啊 那還挑什麼 浪費我的時間 就趴就走了耶 那我當下 你知道嗎 我要面對那些小姐 然後呢 我自己又覺得 哇 就很丟臉 你知道嗎 我坐在那邊就開始哭 因為你才新婚 沒有還沒 就是穿禮服而已 在我說是存在很幸福的狀態下 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是不是都是錢錢 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都跟錢有關 因為他覺得說 為什麼你媽媽 一定要挑這家喜餅 這家喜餅這麼貴 那個別家 可能是他的一半的價格 為什麼你就是要挑這個錢 可是他可以講啊 他可以說媽媽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買 比較便宜的 我沒那麼多錢 所以他又不表達 然後甚至他覺得說 這個餅店裡面 明明比方說 有一盒五百塊的 一盒八九百的 那你媽媽為什麼 為什麼就說八九百的 八九百的好吃好吃 因為我們只是在 試口感 沉浸在那個幸福 可是他一直在斟酌 在計較說 這五百 這九百 這八百 其實那個 你完全不知道 然後比方我沉浸在說 好好看 沒有那時候起老家 因為朋友很多嘛 大概兩三百盒 對 兩三百盒還好啦 差不多啦 可是什麼都沒有耶 我吃二十盒 你只要二十盒而已 對 我們自己問我 我大概 小小的都是 很豐盡 所以二十盒 再講 我就說 那就兩三百 還有這麼多 因為包括我自己的朋友 什麼什麼 我比較高累 我就覺得說 我的朋友都讓他 這樣分享我的喜悅這樣子 反正就是說 計較的不同 好 這個是已經兩件事了 再來西鐵 西鐵那個真的很精彩 挑西鐵的時候 我覺得 你身邊都覺得 看來金氏 瘦瘦啊 你知道嗎 你也太瘦了 這個是到底是 就是很像一張明信片 就跟你講說 幾月幾號 然後來吃飯 這樣 我覺得太瘦了 連個雕花 連個香香的味道都沒有 我就覺得很像通知單隊 一張紅紙嘛 我就是買書面紙回來 自己採一採 那個用電腦印一印 不就好了嗎 那你何必 何必那個 我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多一塊錢 比方說一張 你說八塊嘛 那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多一塊兩塊 一張變十塊 旁邊有一點雕花 然後燙金啊 說百年好喝啊 有點像結婚的樣子 好 我這個炒半天了 他說 誰 誰跟你留著你的喜鐵 那不是看完知道 我說吃了 突然丟到垃圾桶 這樣就是八塊八塊八塊 那你如果再加兩塊 也是再多兩塊兩塊 那太浪費了 他就跟他講太浪費 可是 就我的心情 我覺得說 婚姻不能夠只是想錢 因為錢其實是未來買幸福的 幸福比錢重要 對嘛 就是你太務實 務實到其實會把那種 不要講美感好了 就是我們可能那種和諧 和諧度都沒有了 讓你快一點也是幸福 快樂一點也是幸福 快樂 對啊 你不能說 快一點 快樂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婚姻裡面 就是不能 只是堅持己見 那兩個人 你誰要被犧牲掉呢 對 而且都沒有討論 都沒有 然後甚至就是到最後 連半桌 比方說這一桌 到底要七千 一萬 一萬二 要不要付酒 付水 要什麼樣的酒 都要 你真的你會瘋掉 因為你會發現 他就是錢錢錢 然後計較計較計較 到最後 那次我記得 我們在結婚前的 前兩天 還把洗鐵丟在地上這樣拆 為什麼 我說不要結婚 不要結婚了 就是新手這樣的舊恨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彭小姐 這個新聞 我不知道他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如果可以 他這樣拽頭就走 交往三年多 一定冰凍三尺 你知道嗎 你一定在你們兩個 在那邊籌備的時候 一定哭過 什麼哭過而已 扯頭髮都有吧 真的 看我都踩那個錫鐵了 然後都催他了 我就覺得說你太過分 太誇張 我連一個戒指都買那個 一千五百塊路邊攤 你要怎樣 那你假全衝就對了 全衝什麼意思 全衝鑽戒 沒有人看有 你整個要穿五百塊 你說你假的 對 就是我覺得說 那個根本就是看不出來 然後我覺得我也沒有跟你計較 什麼都不計較 然後我可能就是一個洗鐵 多一兩塊 你跟我計較 我覺得我們只要求 我爸爸媽媽只要吃個餅 你也計較 就到最後就是烏煙瘴氣 然後兩天前 所以我才為什麼剛剛開頭就講 如果你覺得勉強有一點點 然後甚至在這個婚禮過程中 難免會有摩擦摩合 可是到達那種 哇 失裂型的那種衝突 甚至不舒服 那就不要解了 那為什麼他 因為後面不會解決 為什麼那麼冷淡 欸 我不知道欸 我一直覺得他娶我到底有什麼目的啊 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男方問一個問題 你知道他的經濟來源 你知道就是說他要負擔這麼重 因為有些人的婚禮 舉辦婚禮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如果我今天二十幾歲 剛出來就要結婚 然後我可能也不讓我的父母親 來幫我背負這樣的壓力 我要一個人 剛剛出社會的人結婚的話 可能沒有存款 他可能沒有存款 又要聘金又要禮金 又要秉錢 又要婚紗 拍婚紗 因為女生都是要拍得很漂亮 可能一下來就十萬塊以上 那這個 還有新房 喔 還有新房 是 對啊 一定要佈置新房 就是你沒有買房子要佈置啊 你的床要買新的啊 還有裝潢 為什麼 就是結婚有些禮俗就是要這樣啊 因為那個洗鐵都要 洗鐵都沒有那個邊邊的 為什麼那個要佈置新房 可是我覺得他今天這個情緒 基本上他是已經累積很多東西的焦慮了 已經是在焦慮了 我覺得你們兩個彼此之間 其實都不夠體諒對方 這個要求有沒有超出他能力範圍 對 我是覺得要先講 我覺得那時候喔 我的想法我覺得說 你一個大我十歲的人 你其實真的已經出社會十年了 而且這些老實講 我有很多大部分我幫他cover的耶 你知道女生在那個年紀之後 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可以完成一個婚禮 我的結婚大事 那不管用什麼方式 我們雙方都開心 尤其讓我的父母開心 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的要求 甚至我的父母 其實我都有幫你抓過你知道嗎 比方說幾桌 然後呢 甚至說辦在哪裡 他可能會有剩餘的賺多少錢 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爸爸媽媽其實 他們都跟我講說 我說那以後怎麼揹隊啊 因為如果說是我們女方那邊的親友 你是不是將來什麼喜帖 怎麼樣去那個嘛 我爸媽媽媽是說 同胞都你們收 到時候如果帖子來 我們自己去揹隊 跟你們無關 所以你可以想 我講的是說 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收了禮金的數目 其實是並不少的 他可以足足cover那個所有的 所以那個會發揮 沒有我覺得他該擔心的 你該擔心的法是 就這個人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的處理態度怎麼會是這樣 這個才是令人擔心的 就是說 哇怎麼那麼情緒化 然後如果以後 你怎麼敢這樣 讓孩子有這樣的爸爸呢 這個教育很恐怖 我覺得阿德講的真的很有道理 就是說其實 我們在處理這樣的婚姻的時候 其實不在於說 價值觀的不同 個性不同 原生家庭的背景不同 這是常態 這是一定的嘛 你到30歲其實性格 都已經養成了 不會因為變成 好像結了婚 我就要變成另外一個文婉 不可能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婚姻走很難走 就是說你一定要為我而改變 這是很難的 但是我覺得 阿德剛才去提到很好 面對不同的議題的時候 你的處理態度是什麼 也就是說 我當然會覺得說 有一方在討論說 你為什麼要訂這麼多餅 其實就丟出一個 你對我了解夠不夠 那你有沒有站在我的角度去考慮 那如果不夠的話 那我們怎麼去處理 這件事情有沒有 攤開來去討論這件事 我覺得重點是這件 那因為你進入婚姻當中的議題 絕對比李金 比剛才講的什麼餅都還嚴重 還更複雜 後來更複雜 然後兩個家族 譬如說像這個事情 包括你到這個聘禮這件事情 那又是兩個家族 你面對長輩之間 有不同意見的時候 你們小兩口又怎麼去處理 是這樣子就翻臉就走人 還是怎麼樣 這個也是要討論的 有道理有道理 來我們先休息 其實那時候就很冷靜 如果講心情 多都是細節的講心情 就結不了了 那個餅後來是買幾塊的 其實 買幾塊的 買多少價位的 就是你的媽媽後來有沒有屈服 沒有 我媽媽後來我老實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一百尺 她後來挑了一盒大概是 應該六百多塊的 就是中間 可是我要講 我剛剛要講細一點 就是兩三百盒 她會覺得好多 可是我記得是大盒的 就我們知道 哇 有各種口味的那個 大概是一百多盒 那其他小小的 大拼 那大拼沒那麼大 我媽媽那樣的青青都要花 爸爸也要 所以大拼是比較佔大多數 所以其實大拼沒那麼多 你用大拼差不多一兩百塊吧 那個時候 所以我覺得也還好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剛講說協調協調 老實講 都是兩個年輕人 你可以發現說 這個故事告訴你 只有一個人一頭熱 其他人都是冷的 你 就是我一頭熱 真的 一頭熱去 台灣婚紗一頭熱 也沒有 也冷冷 兩邊都冷冷 我現在冷嘴嘴 跟平仔各的 冷嘴嘴 然後呢 爸爸跟媽媽也反 其實打從心裡就是反對 他不要 不要結婚嗎 他不要我結這個婚 你知道就是這樣 你就是越反對 那對方的父母呢 沒有啊 好聰明喔 對方父母就 他一開始就講 我老婆 跟我們沒關係 他就直接就講了 你自己自己 我沒要插 所以 他要帶媳婦 他還不喜歡啦 我跟你講 他們也不是那麼喜歡文婉 才會這樣子 喜歡的話就會結婚 沒有 他是不喜歡他兒子 他也有可能就是 不喜歡他兒子 所以兒子的女兒 他還不喜歡 真的 就是 那是一個非常 很奇怪的 一個怎麼樣 一個循環 一個惡的循環 所以到時候我就覺得說 他們和我的感覺都像客人 就是 你知道嗎 一般的喜宴 他就只是來而已 鄭大哥 大家都結婚 那個如果說是兩家是很開心 是哇 融在一起 那種 那個不用去多形容 可是那感覺就是說 一來就是客人 一來吃一道飯 你家裡的婚 趕快不是家裡在辦事 是那種感覺 然後包括 而且這個是 我為什麼講二心熊 他是延續的 一直到最後婚後 我還是要強調 你有一點 都不要去結婚 因為他會延續 對 包括我後來我生我女兒 欸 很差別 我生女兒的時候 當天我的家人啊 我的弟弟 爸爸媽媽 全部都來看喔 他們等一下 直接給自己媽媽都沒有 真的 後來是 一個多月 我後來做月子 已經做一個多月 在我娘家做 是我媽媽 她就開始在murmur 她就說 怎麼有人這麼奇怪 生一個孫 怎麼有 阿公媽媽沒有來看 對她說是來孫 你是五孫而已 是啊 很奇怪 奇怪 怎麼都無聊無聊都要照顧了 結果呢 我是這樣還婉轉的去跟那個孩子的爸爸說 你可不可以去請你的父母親來看一下 不然我覺得我 我有點已經交代不過去感覺好像我已經潑出去的水 我都要麻煩這個老頭廚 還更妙你知道嗎 來 他也說 我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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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辦法幫你做月子喔 對 我沒辦法幫你做月子喔 來 我沒辦法幫你做月子喔 沒有沒有沒有 那都是假說的 重點是說 你要叫我去看 OK 我沒辦法穿任何東西喔 所以呢 包括來的水果 來的花 來的任何東西 都要我們幫他準備好 有趣嗎 我沒辦法 什麼都沒辦法這樣子耶 水果是你買給他 他帶進來這樣子喔 對對對 他給外面看著喔 對啊給我父母看著這樣子 他都告訴你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整個 沒有心酸喔 對就整個都是惡性循環 然後變成就是說 父母親這個樣子 比方他的父母親這樣 包括他的兄弟姐妹也都這樣 就是也許你也要去看說 他跟家庭的親叔 你是男人比較壞喔 我覺得他人很壞 因為那種親叔跟那種對比 沒有我覺得那個整個家庭的家教有關係 我記得喔 我小小講 我記得有一次喔 我那時候還是他女朋友的時候 然後呢 他們家族聚會 我就跟著去這樣 欸我醋皮 所以我講這個故事是 不是在講我的家仇 而是說給大家一點建議跟參考 去觀察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有時候我就 欸是女朋友 去他家族聚會去吃飯這樣 其實還在準備之前 我們就坐在那邊等等等 欸突然間就 欸怎麼兩個人 你找我一巴掌 我殺你一巴掌 搭起來了你知道嗎 我想怎麼回事 就是 我那個前夫跟他的大姐喔 就是先 好像大姐先賞了那個 你前夫 對一巴掌 後來呢 那是巴掌是打真的嗎 打真的啊 然後呢 當然是真的 沒有 因為有些人家感情好 是有好玩的啊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意思 那地堵地堵 沒有喔 是真的打 然後呢 後來呢 對方也回過去打 就真的就打起來這樣 後來只是為了什麼 就是說 我婆婆呢 問她說 問她兒子說 你要不要吃點什麼啊 那兒子就說不用 我現在不餓 待會兒再說沒關係 因為飯都 飯菜還沒好 待會兒再說這樣子 我不要 媽媽就是 十年嘛 又再問一次 她說我真的不要嘛 就這樣 她姐過來就 就一巴掌過去了 為什麼我這樣就要打 媽媽問你兩遍 你都不要 你這個對不對 對啊 然後呢 她為什麼回答 回答就是說 媽媽還活著呢 你憑什麼打我 要打死嗎 媽媽打死嗎 對啊 你怎麼可以打死嗎 哇就炒 都還沒吃飯耶 就已經開打了 你知道嗎 鍋碗瓢門都拿起來砸了 好不好 後來呢 我記得那時候真的吃不下 已經沒有辦法塞下去 我就走了走了 不要 她就拉著我要走了這樣子 我永遠記得她姐姐 那時候在我背後放了一句 放了一句話 她說 文婉我跟你講 雖然她是我弟弟 但是我真的 我提醒你一件事 如果呢 我要是你的話 我絕對不會嫁給這個人 嗯嗯嗯 我提醒你絕對 雖然她說 我要大義滅氣 你不能嫁給她 你意思說 你這慘耶 你大姐是跟你說 說得有道理的喔 沒有 就是你之後 你那時候覺得 心裡就要這樣拆一下 你會覺得她為什麼這樣 因為畢竟是自己的姐姐嘛 這個話很重啊 你說 如果我是你 我現在給你警告的意思 你千萬不要嫁給這個人 你只會你會吃盡苦頭 嗯嗯 因為這個不適合你 這個會有很大的因應 然後你知道 然後這個就揍在我心裡 然後就 那當然那頓飯也甭吃了吧 然後我就帶著那句話 就走了 可是我之後回想起來 我就說 這些就是我講的 大家要去觀察 然後說 他自己親近的人都跟人家說 喔 這個不行喔 這個喔喔 你去 一定百名 你在這裡要給大家謝謝 謝謝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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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那麼久就要講什麼 辛苦辛苦 沒有 真的啦 這會不會說的 你整個都說 結婚是不是 有 欸 現在的法律 那個判決的觀點 也很奇怪 也很特別 因此公憤 可以改判喔 這個事情發生在這個宜蘭 有個靈性遊覽車司機 40歲 未婚妻47歲 兩個差七歲 定婚兩年啊 兩人平日以夫妻相稱 就定婚兩年沒有結婚喔 那再來 這有好幾個法律問題要問賴律師喔 定婚而已 是不是 在法律上是什麼樣的權利義務嘛 好 那去年呢 因為他是遊覽車司機 就會有隨車小姐 然後呢 於是呢 這個男的遊覽車司機呢 就跟隨車小姐 吳小姐去賞煙火 入住飯店 哎呦 這吳小姐趁著這個林先生熟睡的時候 就搂著林先生拍照片 然後呢 這個 傳給他的這個未婚妻 未婚妻看到氣炸了 跟這個林先生不斷的爭吵 然後而且呢 爭吵到這個林先生乾脆睡在遊覽車 就隔天呢 這林小姐又想說 這未婚妻啊 想說去遊覽車找他理論 沒想到 哇 看到林先生跟這個隨車的吳小姐 在行李遊覽車下層行李箱 親密的聊天 聊天就聊天 親密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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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呢 這未婚妻呢 就怒不可惡 當場就把這個隨車的吳小姐 給他打一巴掌下去 吳小姐呢 就給他腳踹還他 於是呢 你打我一巴掌 我踹你一腳 兩個人大打出手 這個林先生很辛苦的 把兩個人架開 架開之後的 這個吳小姐 就提告 然後呢 於是呢 檢方曾姐 依普通傷害罪嫌 向法院申請檢疫判決 那先問一下那個賴律師 檢疫判決就是 一庭就結束了嗎 對 好 在協調那邊就處理了嗎 對 就是他檢疫判決就是說 他可以不經延遲辯論的方式 就可以敬為判決 嗯 好 那後來呢 這個 宜蘭的地院法官審理的時候呢 這個隨車的吳小姐 坦承跟這個林姓司機呢 有長達一年半的性關係 那法官認為 你還傳親密照片給未婚妻 這個行為 足以引起公憤 那因為 未婚妻是看到你們親密聊天 才氣氛難耐 動手打你的臉 所以呢 就變更了起訴法條 本來是普通傷害罪 比較重對不對 對 三年以下有企圖性 改判 一份傷害罪 兩年以下有企圖性 我想還是 你輸人太太氣了 你引起公憤 這樣就變成你才多少 負金三千 還是你去扶老衣三天 剛才那是幾年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其實傷害也不用 傷害也不用 可是傷害你要賠得多啊 對 賠得多 所以呢 這個是 傳給未婚妻而已喔 不是 妻喔 不是妻 對 都還被 引起公憤喔 是義憤傷害喔 這是一個新的見解嗎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說 因為你不是妻耶 你是未婚妻耶 未婚 未婚妻 未婚妻就是 還不是夫妻嘛 我先講 訂婚它是不能強制旅行的 就是說訂婚後 你不能說 你一定要跟我結婚 你充其量就是解除婚姻跟返還聘金的問題喔 那第二個就是說 基於義憤它是說 他這個行為足以引起公憤 然後我譬如說舉例 有時候當場看到 你的老婆跟另外一個男人在床上 因此我就打他 那這個就是基於義憤 因為而且是當場 而且要當場 要當場 那我發現法官有些 最近有一些特別的判決 就是針對於劈腿或外遇事件 他們在處理這裡頭 都會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特殊觀點 我記得上次有一次有個案子 他是也是這樣 他是有看到小三 太太看到小三 結果他罵那個小三是差女人 那這個案子就公然無辱嘛 對不對 可是那個法官 竟然判無罪 他認為 有利的說法 未必文雅 你聽得懂嗎 有利的說法 未必文雅 所以他認為 這樣沒了有努力 但是沒了沒了 應該這樣說嘛 爽個有努力 爽個有努力 有利基點 他覺得基於義憤嘛 對 他覺得氣氛不是侮辱 對 對 所以我就發現 譬如說這個所謂劈腿事件 因為他沒有結婚 不叫外遇事件 叫劈腿事件 很顯然法官也就辭了這個間諜 可是我說真的 我自己職業二十年 二十一年了 我還第一次看到這個基於義憤 因為我們曾經遇到家暴案件 然後後來他殺夫 當然那個是另外一個被法律評價的問題 可是我們一直主張說 因為他長期受有家暴 他殺了他老公這件事情 但如文的案子也是 然後乃至於我處理 曾經的另外一個大陸配偶也是 那時候我們主張基於義憤 都不見得被法院接受 可是在這種劈腿也好 外遇事件 你會發現法官反而比較有 而且這個事情要告訴我們就是說 這個基於義憤必須當場 你現場看到他們很不爽 你沒有現場打 你回去越想越氣回來打 不行喔 你就變成什麼呢 叫做普通傷害 就是普通傷害 三年以下 不過這個法官反而不錯 真的 我的感覺 做為一個普通人 第一個我就覺得這小三真的很過分 是啊 又去同鄉 所以給你選一個 跟發三千剛好嘛 不用乖嘛 不用刑事罪 法官反而這麼好 這個男人都沒有事 男人怎麼有事 但是他沒有事 對 男人都沒有事 男人都沒有事 他男人都沒有事 他男人都沒有事 沒有 他男人都沒有事 沒有 不是嗎 男人都沒有事 沒有 沒有 他女人 沒有對他老公怎樣 這兩個女人不告他不是男人不告 對啊 所以是女人的問題 難道要我們告我們自己嗎 沒有 我是要那個 要 我實在看這個世界小孩 對 這不好說 男人都沒有事 跟娘娘還是 沒有 你要跟我們學啊 這個答案 我想說 如果不就法律層面 人家說這個小三Q 為我們自己打 國一個巴掌 剛好而已 我是贊成那個誰 弘宇說的 剛好而已 為什麼你知道 你第一 你明明知道說人家已經有分約了 然後你激動 然後你又願意甘願這樣子 讓人搶奪人家的情人 算了他搞破壞 還去示威 算了他 算了他 希望有一天可以取代 所以他的動機不良 還是他的情侶什麼 結果 他怎麼會說是 因為他的意 他引起公憤 這我就看 對啊 王老師不是啊 我覺得法律不愛人性 是啊 對不對 我們想一想說 這樣是怎樣 你搶到這個程度 你當 你去搶我老公就已經那個了 不是啦 現在說有個定義啊 就是說他搞不好認為 你們只是訂婚又沒有結婚 對 所以這個就是訂 就是我們要搞清楚的地方 我們今天從這個過程學習 就是說人家訂婚了就是訂婚了 訂婚是 所以在法律上有保 這等於在法律上是有保障的啊 就是一個婚約的狀態 有婚約的狀態 只是婚約狀態 那是個意象書 並不代表保障喔 對 只有婚約 並不代表保障 不過他就是喔 這樣就是意象書 他現在是男女朋友 兩邊男女朋友 就沒有這個引起公憤嘛 是我覺得他是 可是問你是訂婚 會有很多親戚朋友知道 這個有面子的問題 當然會一請公婚 不是嘛 所以我就說訂婚 這個邏輯 在我們的法律見解 它是有一個 有一個約束的喔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女朋友 就是說 我們跟她訂婚而已 還沒有結婚以前大家都有機會 你們就想錯囉 這個案子告訴我們 是這樣的邏輯嘛 是啊 是啊 再來你不爽要現場打啊 你今天一直成功 這是兩個邏輯啊 我們回去串一下 才來的不行 你要當場才能成為 一個義憤才能承認 太丟了 對啊 對 什麼義憤也說嘛 他如果是義憶 會覺得不可以 好 這個賴律師 大家看了這個判例以後 這是一種判例 以後都會這樣嗎 我這樣判掉 三千 沒關係 昨晚三萬 三萬就是十萬 對 對 各位觀眾朋友 剛才在廣告期間 其實在場的來賓 全部吵成一團 對 我先講一個法律上的層次 當然訂了一個婚 訂婚這件事 是一個婚約關係 那我說充其量的法律上 就是 鄭與物要互相返還 如果有故委婚約 對這些情形 你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但是並不認為說 你就可以去打人 這兩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基於義憤 是當場的 基於義憤 那這個部分是什麼 社會公義 也就是說 被打的那個人的行為 足以引起公憤 違反社會公義 那這個社會公義裡頭 就是這個價值 是由這個社會在做定義的 它不是法律定義 它是一個說 我們怎麼去評價 譬如說 你已經跟他在一起了 你還這麼囂張 我只是舉別的例子 就是說 你還故意傳什麼東西給人家 那這種情形 所有的人 在這樣的狀況下 都覺得是你不對 我們在社會評價上 劈腿本身也 所以法律上 它其實沒有什麼效率 但是那個法官的心證上 就說 這個社會上的心 價值觀 是認為 你跟他已經 締結了一個伴侶的關係 那你卻還做出這樣的事 那那個男的當然也是議題 但是那個女生 那個外面那個小三 那你這個行為 就是過度的去破壞別人的關係 在社會大眾來講 會去質疑這個小三的行為 是足以引起公憤的 就普世價值是這個樣子 那賴律師 我們要不要遇到這樣 可以選一下嗎 我們都 說你怎麼會選 最傷害罪 我們就拿這個判例說三千兩 對啊 這不一定是每一個法官 我剛才講 其實是很少 法院會這樣判決的 你只能讓法官 去做這樣的一個參考而已 並不代表可以做案例 但是那個阿德老師 就這個男的有什麼好爭的呢 我對說 對這個 這個未婚妻來講 跟我訂婚兩年又不娶 又不娶 然後還跟那個女的一年半 這個 走都來不及了 她還回來爭 對這個 所謂的小三來講好了 對不對 眼看著我被打也不保護我 然後還跟我勾勾頂 也不親不處 然後你也不去把婚約解一解 不然你給我一個名分 是啊 你也就是兩邊在討 那這樣的一個男人 為什麼這兩個女的要搶 你就不知道那個男人的長處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我是覺得說 其實這個時候這女的 去捍衛這個男人 其實不一定是為了這個男人 是為了這個婚姻 對 就是一個人 一個女性 我那天才問一個女孩子講 她說她跟一個男孩子喜歡她 主動地追求她 可是她不敢跟她再更進一步 我說為什麼 她說她要好好觀察 我說那你要觀察多久 你要觀察什麼 人是天天在變的 你怎麼會說 我今天觀察條件好像都OK了 我可以跟你上場 你知道你這個標準一旦確定 就表示什麼 你給自己這樣一個高度的一個夢想 然後你就會騙自己去符合這個 是嗎 所以變成就是說 比如說遇到以後了 才發現說 你跟她發生關係好了 今天很合 一個月兩個月都很合 那第三個月突然不合了呢 有沒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 那你是不是之前你懷得的夢想 就破碎了 那時候的華人夢想多堅固 多慎重 後面就會多破碎 所以我覺得說 她現在這個未婚妻 不是為了要捍衛這個男的 而是我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搶奪我的財產 我這個東西已經計畫那麼久了 我也期待那麼久了 她現在先捍衛這個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她也許就像你剛才說 怎麼這訂婚的時候 發生那種狀況 怎麼那時候不會想停止呢 對啊 就停了吧 那時候不會想停止 為什麼 因為全部停止更複雜 因為這很多感覺你也不確定 而且你還是期待這個人會改變 也許說 結婚的時候大家在吵 哪個博士在吵呢 那這個遊覽車司機的小三 跟他嗆是要什麼東西 我覺得啊 我覺得女孩子愛一個男人的時候 就會 女孩子愛一個男人的時候 很愛做夢 就是對你完全的全部的想像 不管這男的有沒有負擔 有沒有做得到 是不是這樣的人 他就一直想一直想 這個想的過程裡面呢 不只想而已 還想要改變他 所以就把它搶過來嗎 不是搶 就是比如說 我就全部都要啊 女人我要的 我原先可能是說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就很OK了 有可能這個司機會 我只是假設啦 未必是這個司機 但是有可能這樣的情況是 因為這個未婚妻47歲 司機40歲 這個誰說猶蘭小姐 38歲 OK 比較年輕 再來就是一個男的跟你訂婚兩年 都不結婚 訂婚超過半年不結婚 那個變數都是很大的 OK 因為沒有 有可能就是為了安撫你 就47歲跟你安撫一下 OK 有可能嘛 因為45歲給他訂婚的嘛 對不對 可是就沒有要娶你嘛 然後呢 對這個 對這個 對吳小姐來講說 拜託我38歲 你不選我 你還會選那個47歲的嗎 對不對 我兩個差不多10歲 對不對 你賺個8歲 當然也算我了 是不是 我絕對有競爭力的 所以進入那種競爭的關係 所以對這個 所謂的未婚妻來講 他真的要能夠接受這個 告訴自己事實真相 搞不好都很難 沒有 你剛才就講一個重點 他就是在想像 他覺得說 我比較年輕的 我比較有競爭力 拜託在男人面前 不是年紀的問題 是感覺一定比年紀的問題更重要 對 他就是對未婚妻沒感覺 為什麼要訂婚兩年 就是安撫你嘛 沒有 不是 訂婚那個時候可能沒有想那麼多 也許就是你跟我講說 我們要結婚了 我就訂了 很多男人就是這樣嘛 那為什麼不結 沒有就是可能 中間一直發生一些問題 就一直耽擱下來啦 然後我也沒有能力 我也沒有一種決心 說跟你講說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就把它隔離一下 然後就跟另外一位 是啊 是啊 車長小姐 就是沒有能力去處理任何事情 只能隨著機緣去處理事情 車長小姐的優點就是 他都會走在後面 那個優染車司機到車的時候 就想再來 再來 再來 來 好啦 不好笑 台灣人 我想他是大概 他40會去跟一個47 而且願意訂婚 應該也有他們的感情基礎 然後呢 他也認為說 跟你訂婚是一個高代 但是你知道司機跟這個 隨車小姐是進水樓台 對 所以人性的弱點就是 經不起挑戰的 經不起考驗的嘛 所以 所以這個男人呢 也不想再去退婚 可是又希望能夠瞞著他 跟小三有的跟沒有的 這小三我前面已經說過了嘛 我就不認識他 所以 好我也可能是跟你玩一玩 可是在這玩一玩的過程中 我還是要居上風 所以這是 居上風 對啊 我不要輸啊 我為什麼要輸 對對對 我就是要給你人 我就是要給你分話 給你挑撥 但是 我就看到你們在痛苦 或者你老婆在跳腳的時候 我就很爽 可能是這樣 你懂我的意思 這種就是說 拿不到的我也不會讓你好過 所以這關 這感情 男女的感情世界 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小三裡面也有好搶的啦 遇到好搶就會做這些事情 老師 阿德 那我問你 接下來這三個人的關係要怎麼辦 我覺得他們三個的關係 可不可以爛在那裡 繼續 對 繼續爛在那裡 就是不處理 因為不知道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不想推讓 你如果真的要答案的話 我們就去租這一輛 好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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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笑 所以我問一下阿德老師 現在大老婆被嗆的機率 真的很高 是是是 我覺得說大老婆現在被嗆 一定要有個新的態度 不要被激怒 而且你要記得說 有小三來嗆的也是你解脫之事 不要覺得一切都是不好的 你知道很多夫妻的關係 其實都是有第三者才知道說 我們的感情已經冰那麼久了 因為就是大家已經讓他冷淡很久了 都不喜歡去碰 也不想去面對 一直到有一個人對手出來 其實說這個人對手不見 對你都是不利的人 不要把小三定義成說 逼你去面對你們的 對 危機 對 對 挑出你這個婚姻狀態的 對 如果這個時候你想把它弄成 導彈正面說 你還是要繼續這個婚姻的話 這個人就是讓你 可以更溫柔對待你老公的好機會 因為一對陣起來 就是 你跟其他大老婆不一樣 你在遇到小三都會抓狂 你沒有 沒有義憤 沒有義憤 當場義憤 可是這要有很大的智慧 像我最近有一個同業 她也是我們圈裡面的人 然後她是個主持人這樣子 然後這個女生非常非常的厲害 後來我知道 我事後知道 其實她同時 她其實本來是有夫之父這樣子 然後生了幾個小孩這樣 人家很有競爭力 所以剛才說三十八歲 年輕人 不一定是條件 我跟你講這個人她其實有年紀了 也生了幾個小孩 又有老公 然後她可以同時 三個男人對她如痴如狂 都她身邊的 比方說攝影師 製作人 製作人 或者是說一樣 都是主持人的 都知道她有老公 對她愛得要命 然後她只有一個訣竅 後來我們知道 她訣竅的是 我都不讓你得逞 我什麼 就是到最後 我什麼都可以幫你弄啊 你幫我弄什麼都可以 對 你可以想到的招數 什麼都可以 你看 這個所謂的小三 她是慣性的 就是她其實喜歡去找人夫 可是她有她慣性的技巧 然後這個就是她技巧 那些男人就已經沒有辦法 為什麼她不怕她老公知道呢 這個就沒有 她不怕 她不但不怕她老公知道 而且她老公如果說 有時候聽到一些耳語 她就跟她老公講 我什麼都沒做啊 我是無辜的 那你就知道說 你老婆行情多好 我都沒做什麼 然後很妙是 這個小三她會裝可憐 花盡不成 圓客嫂 對啊 沒錯 鴻門經史未君開 然後她除了這樣子以外 她還會裝可憐 她永遠都是 人家比方大老婆來問 心事問罪 她都說 沒有沒有 你要不要回去問你老公 這樣子 她永遠就是很可憐的姿態 前陣子有一個場面 是在化妝間裡面上演 就是那個原配 我現在強調這個原配是漂亮 就是我不能形容她的職業 她非常漂亮 身材之火辣 然後皮膚白皙年輕 她跟那個主持人同樣 在化妝間裡面碰頭了 結果那個原配看了她 撞不住 氣得死 因為已經早就抓到很多的把柄 原配就上去就說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暫暫一點 你適可而止 你放開我老公 我有家庭 我沒有小孩 可以嗎 然後那個小山這樣無辜看著她 她說 你誤會了我都沒有 她已經那個證據在 你不要欺負我 你不要欺負我 好這時候你知道嗎 那個她 因為這個很漂亮的這個原配 她老公是製作人 她製作人 剛好從那個外面進來 當場修理她老婆 還差點要揍她老婆 因為沒有證據 然後說你憑什麼 你幹嘛找她麻煩 她說無辜的怎麼樣 OK 就在那一場其實在 就是我跟你講 滑天下之大雞 也都是笑話 因為大家就眼睛看她 就是罵原配 甚至要揍原配 然後挺那個小山 這樣子 好啦 後來這個原配真的受不了 忍無可忍 後來她做了一件事 她把那個 她請人家去真心社 去拍到的畫面 直接就PO在那個 FB上面 供大家參考 都沒有做什麼嗎 所以啊 所以我說原配 我怎麼很生氣 其實我的證據都在握了 你還可以跟她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他PO出來之後怎麼辦 PO出來之後就精采 那個原配我覺得非常 就我覺得 因為他們共同有小孩 那我覺得我很同情 他就說其實還有更精采 他沒有PO 你光是覺得說 兩個這樣子貼在一起 走路手勾手 我 那個 你那還要講什麼 他說我不要再 如果有人在質疑我說 這個哪有什麼 我們好朋友跟阿德老師 也可以嘴對嘴 那來試試看啊 那我再PO更多看 簡單講 就是說他們沒有發生性關係 但是有很多親力的 肢體的接觸 對沒有 據說還有車證的畫面 只是他沒有PO出來 他們不是都沒有開 這個沒有上新聞 OK 沒有上 沒有 門不用開也可以證啊 我很想回答你問題 為什麼 一定要門開才能證 所以其實那